引王子狂练下半身激励!开聊许怀宇是我的理想型! 许怀宇,又,担任王子生日音乐会嘉宾! 图记者陈鸣安设!20101804.14! 王子金,14,日载三创聚办生日音乐会! 与歌迷欢度生日,下午进行彩排时,嘉宾徐怀宇惊喜登场,让王子惊喜之余,却爆出徐怀宇已读不回王子讯息将近一个月的去世! 王子看到徐怀宇现身,随即爆料传讯息给对方,没想到却被徐怀宇已读大概一个月的时间! 让他超无奈,徐怀宇也做出解释,我不是故意不回,是在调整时间了! 更像说不回讯息才会有惊喜感,王子哭笑不得地表示,不怕我恨你吗? 徐怀宇不假思索地回他,我就是要你恨我! 在彩排时,王子不禁唱跳专辑的主打曲《尚未》与防弹少年团夯曲《Fire! The Wrongs Band》 还有组合《青苹果乐园》《失恋阵线联盟》《对你爱不玩》的复古版组曲,搭配下半身积极扭动的舞蹈,看着人血卖分张,想入飞飞! 王子表示为了这段舞蹈动作,他可是特别花时间练习两个礼拜,徐怀宇补充道,他以后要走猛南路线。 被问到下半身的舞蹈怎么练成?王子霸气地说:"不用练啊!这是本能反应!" 笑翻种人 王子霸气地说:"王子还特别练了下盘舞蹈服歌迷。图记者陈鸣安设:"20101804.14。 最后王子因大家要求,对徐怀宇是犯辽妹特喜,不过一时想不出辽妹情话的他,NG超多次,后来由徐怀宇引导,他先是问王子:"我的脸是什么型?" 王子顿了一阵子,像是忽然开窍般,对徐怀宇放电道:"是我的理想型!" 让徐怀宇新花朵朵开。 让徐怀宇新花朵朵开。 读究运人论逐运记者陈鸣安设:"20101804.14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